到底什么是战利职 其实现在连国民党的议员 哪敢也是沙没沾 觉得听得不沙沙 像尤淑慧他就说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 他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怎么说呢 因为战利职或是其他的指标 就类似耐打度这一种 听起来真的非常抽象 那你要怎么公平啊 怎么公正 不要变成模糊 可以被上下骑手 可以被操作的黑箱 那来得更重要 待会再来听听听林涛的想法 不过这边我想先请瑞德哥 来帮我们看一下 像是林俊宪看到这个战利职 他就把国民党开了 他说如果战利职不够的话 可不可以课金来弥补 就是这个现在年轻人 这个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直接开机 去买装备的意思 瑞德哥怎么样来看 才可以补强这个战利职 我问我那个在玩连线游戏的儿子说 那如果过关打关过不了怎么办 他说花钱去买武器啊 人家把你订好了 你买了斧头买了什么东西 就仿飞弹就好了 那么国民党现在就是天下大乱 为什么呢 因为从徐晓星开始的这个一连串 要挑战废宏代开始啊 那么饼饼饼饼饼到处出来的这些 其实年轻人 那么你要这个出来挑战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我觉得也蛮好的嘛 对不对 你有自己本身议员做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议员以后 你要做得出来啊 对不对 那我旁边的李坤城也是啊 放弃选议员 直接选立委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 那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事实上呢 你现在国民党陷入一个大队 你现在那个战利子到底是什么 大概5SARS啊 我告诉各位啦 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 我父母在生的时候呢 因为生病了干嘛的 巴士亮表 国民党的巴士亮表 以后在国会在议会对不对 丢猪大肠给民进党的加1分 你知道吗 丢中了加2分 以后变成这样吗 然后呢 如果你要讲战利子 有一个人立刻跳出来 果然跳出来了 徐晓星嘛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国民党要讲战利子 如果要平分的话 你要徐晓星说 舍我其谁 我连武德都不讲啦 开玩笑 我见佛杀佛见神杀谁 谁的战利子比我强啊 他一定会认为自己战利子最强嘛 各位报告 这整个都乱去 你知道吗 整个全部都乱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也搞不清楚 因为国民党可能 林涛会比较清楚一点 战利子到底这标准是怎样 没有人知道嘛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他们的那个陈毅正在头晓 一定是我 今天就是我 一定一百分啦 一定就我一百分 开玩笑 谁会比我强 对不对 问题在于国会议员不是选来 不是选一个大股来打的嘛 对吧 不是会能说善道 还是武功高强 那你请越问来 来当那个就好了嘛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地制宜 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的条件嘛 等等嘛 陈玉珍在金门可能可以 这样表现可以上 他来到台湾本岛很多地方就GG啦 可能就再见了 所以事实上 那么但是呢 提出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我相信他们的说法本来是想说 你不能再以这个民调为最 唯一的这个考量 过去我们台湾主要的政党 都是讲民调嘛 事实证明 林明珍本来赢15% 逗输开票出来输2% 来回17% 所以他们认为民调 不能是唯一考量 蔡正宜也这样讲 王金平也这样讲 他们都看到了民调的那种迷思 基本上看起来说 好像好高的 结果与时俱减 然后啪啪啪啪啪 最后跌落神坛嘛 那侯友宜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然这几天再做民调看看 这几天做侯友宜的民调看看嘛 看看他的战力值剩下多少 这侯友宜也每天对吧 呵呵做事 你看他战力值会不会一直下降嘛 所以民进党这个等于说 现在定于 大概差不多定于一尊 然后呢 我觉得民进党这一次呢 包括这个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相关的团队呢 很好 选赢了 胜不交败不哪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 因为交兵必败 从去年底的11月的这个胜选了以后 你可以发现那种骄傲 人家说兄弟没六百年 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而已 马上人民选民就教训你 而且是从最不可能的南投来教训你 你知道吗 这很可怕 这非常可怕的原因是选民越来越现实 你如果做不好 还是人里说 你不能老是这个 站着毛坑不拉死等等啊 那他就改变成真换人 你知道吗 换人做做看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呢 国民党自己本身也应该甚至检讨 我问你啦 如果三个月前国民党喊了说 全国最大党教训民进党是真的 为什么三个月后是教训你国民党 为什么是教训你国民党 请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那当然至于侯友宜为什么被骂 自己去反攻自行检讨 我这个等于说 这个这几天听叶元支还在讲说 侯友宜认为说 这个不一定非我不可 你那种态度让人家更觉得说 好像一副 好像大家一定要拱你上去 一样好像没有你国民党就完蛋 2024年就再见了 这样子一样嘛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出来承担那个责任 不过那么虽然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不过不要忘记 国民党是百年政党也曾经长期执政过 他们的动向 他们的这个总统大选 或是立法委员的出现的这个方式 也攸关中华民国的未来 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不过那么可能没有办法 这也教训一下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不要只会用抹黑跟造谣的字也没有效 你用那些要不然就用恫恶的 什么票投国民党对不对 什么清廉商商场 这一套在现在这一次的南投已经没有效 你再用这套没有效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直接请问你嘛 票投国民党送你火葬场 不是吗 你问问新竹县人 你问问新竹县 问问彰化县 问问这些人嘛 连个南投连个垃圾厂 当了八年 你明镇当八年的县厂都没办法解决 还去骂人家竹山人嘛 所以竹山人为什么这次反弹那么大嘛 所以国民党最应该做的 我告诉各位 那么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还有从这次的南投选战里面 让我深深的感受 为什么呢 同样是败选 民进党反省自己 民进党做了多少改革 同样是败选 国民党检讨别人 你们发现 国民党主席在骂 是因为动用国家机器 那么国民党的南投县 这个等于说县长许舒娃在骂 是因为名嘴抹黑 是名嘴这样子 一天到晚在大方向等等嘛 然后我们林明真说 我无枪无子弹 拜托耶 南投是你们在执政耶 你们在执政 现场都请三天假的 你们没枪没子弹 你们有大炮而已 你们的大炮就是直接把人在 菜培会的布条全部都扯掉 你知道吗 那事实上告诉你有用吗 没有用 现在老百姓明智大开 后来还干脆跟人家怎么讲 后来还说不要看电视 你以为闭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住耳朵就以为听不到吗 错 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 真正为人民好 选民才会站在你那边 朱立伦有个外号叫做精算师 可能现在大家都想问他 在立法院丢水球可以加几分呢 丢朱内脏 有没有再额外再加码 再加分呢 除此之外 我也要来请教林涛 因为这个巧心感觉 听到这个战力值 他是蛮开心的感觉 昨天在脸书上 也是乐乐等下一批 说未来他会提出新一代的人才培育计划 领导下个世代继续向上发展 非常愿意配合党中央 来接受红军模式的灵魂拷问 这个字都蛮犀利的啦 我来请教一下领导 这个红军模式 说实在我是看不太有啦 领导 不会有人想要帮他打什么分数啦 我觉得回头看 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朱立伦是精算师 我觉得他已经卸任精算师了 为什么 那个有功没赏打破要赔 从去年2022的九合一大选之前 都是这样 每一个县市骂他骂的要死 说你怎么提这个人 怎么会没有按照标准 桃园赢了 2022九合一选严大赢了 后来黄敏惠的这个选举也赢了 王宏威的补选也赢了 一步一脚印 他任棒任意 反正你要骂我给你去骂嘛 可是我一步一步赢嘛 我四场战役里面 我赢了三场 我一次失败 我们看到当时候民进党 九合一大选完之后 也没有具体检讨 才会一路这个败下来 这一次有调整才会赢嘛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国民党 在这一次的南投的选战 败选了 马上检讨 因为我们发现 不管是在台北的补选 还是在南投的补选 不管你是空战还是陆战 过去的版就是选举的方式 现在都只有这个战 所以才会有所谓战立直的 这一件事情出现 它实质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立直一上报 这文章就写得很清楚 它说整个国民党的这个提名的机制 跟四年前是一样的 就是你完全优势选区 没有争议 没有竞争者的地方 就是直接提名 禁制提名嘛 那你的优势选区 你有竞争者 竞争者去讨论一个初选的方法 两个有共识 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方式 那监棍选区 再由党中来做征召 这其实就四年前 完完全全非常清楚的 初选的方式 所以没有所谓 就是说战立直要怎么删分出 因为战立直 是怎么游时会这样讲 因为上报里面写得很清楚 战立直就是一个方向 希望国民党未来的提名 是往这方向嘛 所以我说这个同党的议员 有几个议员 过去大局条款无中生有 你跑出来讲说 党中央我怎么家暴 现在你觉得这个条款 好像你可以加分 你又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 从现在开始 不管你们这些人 到最后有没有通过 这个初选的办法 好好的认真的议会咨询 也好好的推政策 帮国民党打赞 不要逐尸马鸡风吹草动 就是打就是杀 就是怎么样 你看还想说既这个 这个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觉得好像会有什么样不清楚的 我觉得不会不清楚 因为国民党的立委的提名办法 刚才中常会就讨论 非常清楚 就是一体适用 而且到四年前的模式 非常清楚的来推行 所以不用担心 也不用再害怕 也不用再觉得怎么样 好好的按照这个模式 为自己的初选 或是为自己的目标 来前进就好了 不要再炮口 再对党中央了 来这个今天坤城议员在这边 议员之后也是要接受 这个民进党立委初选的考验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办法 是哪里不一样 那民进党今天听说 也是要来讨论 优势选区或艰困选区 是不是有做什么分别跟区别呢 来议员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其实民进党就是有一套初选制度 那这个初选制度 这个不会因为说谁当党主席 或是说谁的力量声音比较大 那就整个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那其实今天民进党的宗旨会不会讨论 那主要是先确认 我们的艰困选区 因为过去我们艰困选区 就是排在比较后面 然后再来讨论跟决定 可是既然是艰困选区 必须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这次我们就把它提前 让这个艰困选区能够先把这个名额 或是把人选区确定 大家先到艰困选区 先去努力 先去蹲点 先去作战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会成立一个提名策略小组 就类似这个之前的选队会 然后针对这一个 比如说民进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选区 那未来该如何决定 那有一些选区必须要初选等等之类的 或做这个通盘的这个检讨 那你没占立职啦 你没有纳入这一项 这个国民党真的很奇怪 那民进党就是说 我们就是先总统再立委 因为也不是说 因为现在总统大概定于一尊 就是说我们上次游戏规则也一样 就是先总统确定之后 然后再决定立委 那区域立委先决定 再决定不分区立委 那国民党就很奇怪 国民党他们是说 因为这个立委可能比较单纯 所以他们先立委 然后后总统 可是没想到这个立委 光是提出这个战力值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就炒翻天了 就炸锅了 那其实这个战力值要怎么去 去把它量化 我觉得是个问题 你说民调可以量化 党员票可以量化 那战力值怎么去量化 就像我们打这个线上游戏 这个好像有一个什么 一个总体的战力 有什么致力 体力 攻击力 防御率等等 那我不晓得说 国民党要怎么去把它 这个东西做个量化 那什么叫战斗力 我觉得不要变成说 后来只是这个鼓励大家走偏锋 我觉得其实像曲晓鑫就有点走偏锋 他就问说我这个什么杀神 杀佛之类的 我跟徐晓鑫讲 你不要开心 好像觉得说这个战力值 这个战斗值对你好像有帮助 搞不好党中央就跟你讲说 对 徐晓鑫你最有战斗值 你最有战力值 去监困选区 就派你去监困选区了 去台南好了 这也是出奇招 好可怜 国民党的党中央其实花招很多 国民党的初选制度就是没有制度 我还记得2022年他们的那个市议员的这个初选 还有一项规定 就是说突然临时增加说 谁对那个国民党的四大公投 什么去助讲次数越多 好像办几场 办几场我就跟你加分 有人说之前你没有讲 你之前有讲我可以去办 你现在才规定说 这个现在如果有去办这个几场座谈会 我就加分 那就是特别这个后这个针对某些人 随时都可以盖 所以国民党这个东西你看光是立委 之前有这个大局条管 现在这个战力值 所以我说游淑惠要举小新 不要太开心 说这对我有利太好了 我跟你说 你说你很有战力 红军模式的考问 很好 你就去监棍选区去挑战 你最有战斗力 党中央肯定你 所以你就是监棍选区 所以这些人不要太高兴 真的老实讲 就是国民党也是因为初选制度 你看光是立委 他们觉得立委已经很单纯了 所以先讨论 那更不用讲说 等这个立委 这个决定之后 接下来总统的初选的规定 我觉得这个党中央 能够介入的地方更深 因为你这个战斗职 党中央是可以决定的 我会觉得你站立很好 或者你怎么样 那总统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每个人这个说法 赵沙康说要初选 就是可能针对侯友宜 你说这个 这个还有谁 连胜文他说 这个他说不要初选 可是他不要初选 不是针对侯友宜 他说希望郭台铭一起加入 所以每个人心中的想法 他的priority 他的优先对象 都没一定 所以这个国民党可能会 因为这样子继续乱下去 民进党其实老实讲 就是初选制度 就是很有这个原则 先总统 这个后来再立委 那监困选去先决定了 要该初选就初选 绝对不会有说什么 战利职 要多少才能够去弄 国民党这样子 容易鼓励他们的这一些 这个有心要投入选举的人 走偏锋 然后大家觉得说 我只要能够上媒体 或是说我只要这个 丢什么东西 这个丢面粉 丢水球 或是丢什么 猪内障 猪内障等等 这些就可以加分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对于国民党的 这个发展 其实老实讲 真的不好 如果说真的有纳入 这个战利职 可能徐晓星 报名真的会头笑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其实前几天 有讨论到 这个马祖有老兵拍到 沙滩上居然有阿兵哥 在求救 写这个没有肉吃的事情 那么赵绍康就借题发挥 说拍到这张照片的人 事后被军方关切了 不过拍照的这位陈先生 今天出来说 他根本没有跟赵绍康通话过 那这又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